自當全高遠 風雲高 牛津大字典是選擇了2022年的一個年度字眼 中國人就說這個是躺平 其實選擇這個英文字 未必是用來形容中國大陸 甚至香港為數不少的躺平族 而是全世界都共有的現象 這樣才可以不怕 或者這樣才令到牛津自然去選擇這個字 就叫Globin Mode 現在已經成為英語的口語裡面 My son has gone Globin Mode 我兒子就已經成為躺平一族 這個字我們現在拆開Mode 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一種生活的形態 Globin 這個是指五百年來 在英國和歐洲 那些民間故事 特別是那些童話故事裡面 在那些大屋 還有在那些陰森的 比如說地庫 是會有一些咒服 是夜出的一些小精靈寄居的地方 那這些小精靈呢 就不是說我們香港人熟悉的 去泰國那些養鬼仔 沒有那麼恐怖的 它是屬於一個地下世界 裡面一些妖物 但是呢 又不是說對人類 是有極大的威脅 所以為什麼西方的童話故事裡面 是會令到鬼仔 那些兒童的想像力 是非常豐富的 比起其他人 就是因為它很多的童話故事 包括小說魔界裡面 都有這種類似的 Globin 這種生物 是 變成了這些小孩子 小時候聽過那些媽媽 在床邊講故事 是吧 Long long time ago Once upon a time 在哪裡哪裡 在一個森林裡面 是吧 於是有這個小女孩 天天走進去採蘑菇 誰知道有一天 太陽下山了 那個森林裡面 是迷失了道路 突然間見到遠處 是有一間 有一些火光 他走進去原來那裡有一間小屋 都是這樣 一憑層鋪層 就是有很多這些叫 Gini 或者叫Fairies 又或者這些叫做Globin 不同的這些鬼仔 是有不同的這些詞彙去代表 Globin可以翻譯做地精 在哈利波特那些小說和電影裡面見過 那隻多鼻 就是了 尖耳 眼大 而且皮膚是綠綠色的 那Globin 通常有症有邪 有些都會惡作劇 或者害人 但是在哈利波特那隻 是受迫害的 被人用魔法去控制了 那Globin 其實在西方這些神話的傳說裡面 是一些經常出現的角色 通常是小人物 或者是一些人速無害的配角 和小朋友容易溝通一點 是的 或者和一個童話故事的正派主角 是有交集的 是的 有些時候這些呢 我們在戲劇的劇本設計 我們叫 如果人聊齋志兒 就是相應的 叫他做VO人 什麼叫VOVO 意思就是幫主角 跟他通過他的對話 去介紹劇情和世界觀 是的 因為主角進入他的洞窟 或者是一個 dungeon裡的時候 不知道 是的 那Globin就走出來 就告訴他 這個地界是哪裡 是的 這裏的主人是誰 這裏有什麼規條 你可以做什麼 可以不做什麼 所以Globin看似無用 其實很有用 在戲劇設定裏面 這個西游記都有的 當這個叫做一行四眾 孫悟空見到一座名山 一座森林 不知道這裏是哪裏 然後就召土地公出來問 請問這裏是何方地界 於是土地公就說 歡迎 我們有眼不識泰山 原來大勝和唐真來到 這裏這座山 就叫做黑風山 裏面有一個叫做黑風怪 在這裏修煉了一千年 裏面它是食人無數的 你們進去就小心了 土地公就是這種叫做精靈 有一個中國文化的化身 如果用遊戲界的定位 它叫做NPC Lon-player Character 就是不是主要角色的角色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躺平翻譯做Global Mode 我覺得這個不是貶義 其實是貶得來暗暗地代表無用之用 我會覺得是 是牛津字典的一種銳智 我覺得它的翻譯 所以它是得到49.1%的投票率 接近一半去投這個名字 做年度的Terms 為什麼會有多人投呢 就是因為無論是在英國 或者在歐洲 在美國 在中國大陸 已經成為下一代共有的現象 特別加上這個叫瘟疫三年 Work from home 現在整個世界的大城市 寫字樓的租金市場 正在開始萎縮 不需要上班 就算英國解封了很久 很多倫敦這些寫字樓 都是上班四天 然後老闆宣佈 准許至少一天就Work from home Work from home 當然不是放假 是打開你的notebook 或者那個電腦繼續上網 所以這一種Global mode 是一種全球化之下 可以說暫時是無害的 集體自閉症 牛津的字典是怎樣介紹呢 他説是一種行為 是 這種行為是毫無悔意的一種 是自我擴縱 懶惰 懶散 或者是貪心 Lazy Slovenly or Greedy Typically in a way that rejects social norms or expectations 什麼是expectations 傳送social norms 即是那些老師或者父母 自小叫你不要這樣 睡到日上三竿 勤有功的氣無益 不要玩online game 出來找工作 許冠傑以前有個歌 從前有一個人叫莫大毛 每天等在家裡等米爐 時時作風虛無 又不願意剃鬍 又經常去賭 這個許冠傑 叫莫大毛 裡面就是70年代初 我早期的躺平 現在的躺平 跟莫大毛的分別 就是他連賭都不賭 他說沒有慾望 是連消費的慾望 所以是不是一定貪婪呢 一定貪婪呢 這個也未必的 是 我認識很多 這些小孩子現在去讀大學 東蘭大學畢業之後 不找工作 我認識很多 不是沒有學位的 是讀那些理工專科專才 他失去那種找工作做的動力 又或者高才生 畢業之後 這個叫做從事飲食業 因為他在家裡躺平 你要吃東西的 躺平不可以絕食的 是不是 要吃東西 就不如自己落槌玩幾尾 整整一下 小小就變成了食家 但是他有大學學位 是不是 當初父母公 你去MIT 或者Berkeley讀書 是希望你做一個科學家 或者做博士 他讀到差不多 他抗命 然後在家裡躺平 所以這個是世界性的現象 嗯 對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